我們明白啟示錄是非常重要的 為什麼呢? 我們其實由天氣的改變 那種急劇 我們看到現在的洪水、熱浪、冰泊 那些天氣的改變 也看到戰爭真的隨時都會開始 在不同的地方 其實已經開始了 不過有沒有去到一個普世的程度呢? 我們知道世界每天快到 而啟示錄是說到末世的非常重要的一卷書 但是很可惜的一個現象 就是有頗多的解釋 不是從聖經解釋的 可能有些人說 二牧師,你是不是自己得到別人不得呢? 其實我所有的教育 由我讀神學之後 所有預見的教育 和經歷聖靈 我每一樣都審查過 我不是說人說什麼就說什麼 我今天所說的 可能對大家都是一個挑戰的 因為可能和你信開的 是有些分別的 尤其在這個時代有一個教導 叫做時代論 Dispensationalism 大家都可能聽過的 就說不同的時代 最出名的 經常聽到律法時代 當時是律法的 就是要遵守律法來得到清義 其實這個絕對是錯誤的 因為在舊約的時候一樣是恩典的 在希伯拉書有很清楚說到 基督是屬於舊約時那些人所犯的罪的 也在舊約的時候 大衛也說到 得射面其過 遮蓋其罪的 者人是有福的 這個憲制只是一個 在希伯拉書也說到的 牛羊是絕對不能夠射罪的 所以舊約不是那些牛羊射罪 牛羊只是預表基督 他這個解釋就是 舊約時代就是律法 新約時代就是恩典 他也有說到無知時期 大家都可能會聽過這些不同的時期 他對於末世的教導 是有一個定了的一套理論 大家可能會聽到 首先我想大家明白兩個字 一個是Exegesis 一個是Esegesis 左邊是Exegesis Exegesis是甚麼呢 本身沒有一個定見 只是從聖經去分析聖經 找出答案 這個叫Exegesis 我本身也簡單介紹一下 我以前讀神學 在聖經大學的時候 我主修是聖經科 而在神學院 我兩個碩士學位都是色經神學的 都是著重如何從聖經解釋聖經 這個我覺得是神的感動和帶領 但有一個解釋聖經的方法 叫做Esegesis 就是右邊的字 就是他有一套定論 然後將這套定論尋找聖經去支持 即是有一個看法 尋找聖經支持 其中一個的看法 譬如說到天上法庭 他有一個觀念 然後到聖經尋找來支持 有一個定見尋找聖經的支持 我覺得這非常危險 為甚麼呢 這個變成一個可以錯誤的教導 可以是很大的問題 第一點 可能一聽到已經有人說 是不是 大災難是三年半 不是七年 有些人 每個人都說七年 根據在哪裏呢 大家看看他的經文 大災的書就是九章二十六節 可能大家都聽過了 說到七十個七 過了七個七和六十二個七之後 這個受高者必被剪除 這個我們知道也是基督 一無所有 又有一王的文 來毀滅這個城和聖所 一王的文 在原文聖經翻譯 英文比較簡單的 就是the people of the prince 即是那些人 那些人 主委不是王 主委是那些人 那些人來毀滅者成 和盛所之餘 至終必如洪水充活 必有爭戰一直到底 方論的事情定了一七之內 他必與許多人建立盟約 一七之半 他必使祭祀與公獻止息 那行毀壞可憎的如非而來 並且有憤怒傾倒在那 行毀壞的身上 直到那所定的結局 在時代論的看法是甚麼呢 一七之半 他就是敵基督 看看經文是否支持 上文是說他是誰 受高者 然後就有一班人 一王的文來毀滅這個城 所以之前的單數是誰 就是受高者 就是基督 那他就說 這個不是 這個是 是敵基督 但很多人沒有去看清楚 聖經 這個是頗多人說到 我覺得真的不小心 去審查經文說甚麼 那我看的時候 我說 他明明是單數就是受高者 上文並沒有 因為主位是 the people of the prince 不是說 the prince 帶那些人來 不是那個王帶那些人來 是那班人 是屬於那個王的 那他走來毀滅這個城 所以這個上文 一直說是 這個致勝者 這個受高者 然後 就毀滅這個城 爭戰 這個主有七十年應驗 從一七之半 他與許多人建立盟約 他就說 敵基督 就從很多國家 首先 他跟許多國家 但其實這裡說甚麼 是許多人 不是許多國家 許多人 不是國家 但許多人就說 敵基督 就來與許多國家 立盟約了 但是如果上文是基督的話 他是與許多人 堅立 很多人 不是國家 堅立新約 這個盟約是新約 不是敵基督的約 然後就使祭祀與公獻止息 聖經很清楚說到 這個牛羊是沒有作用的 當基督死後 憲制是再沒有用的 其實當時也沒有再憲制 為什麼呢 應該說後來 耶路撒冷毀滅之後 就再沒有憲制 因為已經沒有耶路撒冷 這個首都存在 這個聖殿沒有存在 所以這個使祭祀與公獻止息 是說到 耶穌來不需要再憲制 祭祀再沒有作用 然後 那行為 先是說這個行為壞可憎的人物 先說他 並不是預先說 是之後才說 這個行為壞可憎的如非而來 而且又憤怒傾在那行為壞的身上 所以是後來的 所以我們看得到 有這個經文 敵基督的時間 你看全本啟示錄 全部都是說42個月 1260天 不過呢 那個時間是否剛剛三年半 可能不是剛剛三年半 有一個原因 聖經不是說到這兩個見證人 他1260天 但是他又被敵基督殺死 殺死後 後來死了三天半 又復活了 敵基督還繼續工作 所以這個時間 可能這兩個見證人 先然後才有敵基督活躍 即是那個時間是怎樣呢 即是說可能三年半多一點 即是那個時間 不是Exactly 除非 剛剛這兩個人復活 之後就是世界每天 耶穌回來 那就剛剛三年半了 即是大約三年半的時間 所以這個第一點就是 大家都可以回去審查 從經文去審查 能否支持他是敵基督呢 根本上文都沒有說到這個敵基督 這個行為壞可憎的 就是並不是這個他 第二個重點 啟示錄 今次我會介紹 下一次 有一段時間 我希望大家多看啟示錄 是神開始大災難 不是魔鬼 有些人說是魔鬼開始的 但聖經是很清楚 不是魔鬼開始的 聖經說到 七印、七號、七雷、七碗 全部是 除了七印 就是基督才能夠開這個七印 其他全部是天使的 也是神將這個七號交給他們 即是給他們 去將它開始的 大家看的經文 我們不讀經文了 不過大家看得到 大家也可以回去再看這個影片 首先現在立刻在Facebook頁目 已經在直播中 大家可以看到 全部都是說到 是基督開七印 然後七個天使 吹七號 然後有七雷 大力天使 從天降下 又有七雷 接著有七碗 七個天使 所以 這個大災難 是神開始的 另外一點 就是諸王、獸和敵基督的權命都來自神 不是來自魔鬼 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很多人以為 那些王、敵黨神的王、蝦米吉多頓大戰的王 全部是魔鬼的計劃 而且敵基督亦是魔鬼的計劃 但大家看看這篇經文 這篇講到 因為沒有權並不是出於神 然後 啟示六十三章五節 又刺給他受說誇大蝕毒的口 又有權並刺給他任憑 任二而行四十二個月 然後下面有任憑 啟示六十三章七節 任憑他與聖徒爭戰並且得勝 也拔了權並刺給他 即是各族、各民、各方、各國 這個任憑和賜給他 其實聖經講 從來賜權並 在羅馬書十三章一節 都是出於神的 凡是權並出於神 而啟示六十七章十七節 是最清楚的 這節經文講什麼呢 因為神使諸王、神 令到諸王同心合意 遵行神的旨意 將自己的國給那個受 直等到神的話都應驗 是神令到諸王將權兵 遵行神的旨意 將神的國給那個受 直等到神的話都應驗 有些人就說 為何神要做這樣的事 為何要開七印七號 七腕七雷 為何要感動那些王 又將權兵給那個受 要成全神的旨意 為何要這樣呢 沒有就是世界平安 不會那麼淒涼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我自己的《诗經》是這樣的 《聖經》說我就會是《聖經》說 我個人的看法我就會是個人的看法 因為聖經沒有說 我不能夠說 是神說的 這是《诗經》非常重要的原則 我希望大家都是這樣的 而大家會發覺 有些人教導 他就是個人意見 他當作是神的意思 這是非常危險的 因為我們不是說我們的說話 是我們代表神說的話 對嗎 我的看法和意見 因為在這個時代 基督徒都可以依靠金錢 可以依靠財幹 可以依靠不同的東西 可以依靠人 但是到了大災難的時候 我們什麼都不能夠依靠 只能夠依靠神 為什麼呢 因為在大災難的時候 你要賺東西吃 你也要拜仇和仇人記 以及做生意 以及這些銀行的錢沒有用 所以在未到這個大災難之前 我們應該更多去支持 奉獻支持這些宣教 傳呼音的工作 為什麼呢 你沒有受孕 你的錢也不能用 你也不能買東西 是完全沒有用的 那時候基督徒只能夠依靠神 但是在啟示錄說到 其實中途一直有基督徒的存在 有些人說他被提 但我會說到其實不是 為什麼呢 他在聖經裡面有說到 明天我會說到災後被提的聖經證據 簡單地說 在基督徒中間也說到 他說弟兄比他聖的魔鬼 是因為羔羊的血和他所見證的度 是說到他們的得性 就是說一定有基督徒的存在 如果沒有食物 買不到食物 人最多生存是三十四十天就不行了 而且沒有水喝 你不能夠給水電費 沒有水你就根本沒有水喝了 水就變成了血 啟示錄說到哪裡有水喝呢 但是如果真的這樣的時候 基督徒應該全部都死了 但是基督徒的確不是全部都死了 所以我們看到神掌管 也告訴我們我們不用怕 因為是神掌管 神掌管 神有方法 耶穌裡面說清楚 這個聖經說的 耶穌說 你到迫伯的時候 人帶你到君王主后面前 你不用怕 因為聖靈會指教你當說的話 聖經說的 所以祂指教我們 聖經是應該 我說了應該 這是我的意見 不過我覺得是應該肯定的 聖靈也告訴你 你哪裡去 怎樣有方法有食物 怎樣有水 或者你依靠神 你就不用吃了 比如這樣 或者你依靠神 你可以吃石頭都可以了 石頭變餅都可以了 總之神會指教我們 迫伯會指教 祂也會指教我們各種事 所以神掌管是不用害怕的 不過很多人是很害怕 非常害怕的 然後耶穌在馬太二十四、二十五章 是講明末期的次序 有些人說 耶穌說話說漏很多東西 因為如果根據他們的解釋 耶穌是說漏很多東西的 不過聖經裡面 耶穌說到末世的時候 是否可信的 耶穌說話是否可信的 其實我們除了二十四、二十五章 耶穌十三章也講到天國的比喻 大家可能會有印象 墨子、弊子和殺亡 那些比喻說到殺亡 然後墨子、弊子 到耶穌回來時 便立即審判、懲罰 馬太福音二十四、二十五章 是講到甚麼呢 其實跟十三章是一樣的 次序我們不讀光了 因為經文太長了 首先說到有大災難 從這個世界起頭到現在都沒有的 這個有個毀壞可憎的站在聖地 他說你需要明白 聖經這個是經文裡面的 這個括弧是經文裡面的 那意思是甚麼呢 到底這是講耶路撒冷的聖地 還是教會需要明白 我們有一個開闊的心 對於釋經我們有一個開闊的心 因為聖經又說 基督徒就是教會 我們就是神的聖殿 聖經又說 到底是講到在教會裡面出來 有些人就說 天主教就是了 天主教就是應驗這個 我們甚麼都要等 等到那時候應驗的時候 這個毀壞可憎的站在聖地 到底這個聖地是耶路撒冷的 還是這個教會 我們不知道 我們到時看看 然後就有 從來都沒有 以後都沒有的大災難 然後第三 日頭變黑 月不放光 月亮不放光 眾星聚落 天氣震動 第四 就萬俗 全世界人一起看到 人子嫁雲降臨就哭了 人子降臨就像狼雅的日子 洪水忽然來到人們就衝了 然後兩個人在田裡推磨 在床上就取出 在盧家呼音有說得很特別 在馬太就沒有說床上 在盧家呼音就有說床上 床上即是突然間你睡覺 一聲吹嗚一聲 拿走 如果拿走 是拿來我身邊的意思 譬如聖經論說 叫做約室 帶著那小孩子去埃及 那就是這個字 就是帶著你身邊的意思 就是拿一個帶著你身邊 然後另一個就扔掉不要 所以這個很大可能是被提的 一個帶著耶穌 一個扔掉不要 然後立即有審判 忠心的仆人和惡仆同時看到主人回來的 如果大家記得馬太二十四章、二十五章都是這樣的 就說到那個惡仆就以為主人遲來 那就隨意了 就看到主人回來 這個得掌相 另外一個就被懲罰 然後馬太二十五章就說到 聰明和愚絕的童女 同時看到一個新郎回來 然後五千、二千、一千兩銀子的仆人 就同時交漲了 五千、二千那些就得掌相 一千那些就要在外面黑暗裡面哀哭切齒 然後人子降臨 這裡說明的 人子嫁雲降臨 在馬太二十五章裡有說到的 綿羊進入永生 即是將那些人分開 將那些人分開綿羊、山羊 他們進入永生 山羊進入永營 這個經文說出來 有一個跟啟示律有一個分別之處 我是會說出這個分別的 我會說出在我心中沒有答案的一個問題 就是耶穌回來 是否立即是永恆 永生、永死 有沒有中間一千年的千禧年 在我來說 我兩樣都覺得有可能性 因為我從《釋經》 我們去到啟示錄二十章就會說 哪一節經文令我覺得真的有千禧年 但是也有其他經文顯示是沒有千禧年 不過不緊要 為什麼不緊要? 耶穌回來 我們就改變形象 永遠與基督同在 有沒有千禧年 是否死得不死得不死得 不過災難前和災難後就非常重要 所以這一點是我們需要了解的 我兩樣都覺得 我兩樣的看法都有接受 不過我給予一個傾向是沒有千禧年 就是耶穌回來 我們就改變形象 永遠與主在一起 很多經文都這麼說 我們就得上次了 那些不信的人就被審判 甚至在《啟示錄》中間的經文 都是說到這樣的 只是《啟示錄二十章》 《啟示錄二十章》的解釋 真的是一個困難的點 就是我承認一個困難的點 好了 另一點就是《啟示錄》不是順暢次序的 這一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人認為它順暢次序 就會對於解釋《啟示錄》是很混亂 因為我現在給大家看看內容 首先說到七印 而說到第六印的時候有什麼發生呢 揭開第六印《啟示錄》六章十二節那裡說到 地大震動日頭變黑 將無報滿月變紅 像馬太福音那裡說的 耶穌回來時的天氣改變 天上的星神聚落 真是像耶穌所說的 接著 天就挪移了 挪移了 走去了 好像書卷 卷起來 整個天都沒有了 山頂海盜都被挪移離開本位 真的好像 耶穌所說的 《馬太二十四章》那裡說到天氣改變 接著還有的 接著就拿了 地上的君王神宰 將軍父母 壯士一切圍爐自主的 所有的人 圍爐自主的 都全部所有人 都躲在山洞 山洞和岩石月裡 就向山洞岩石說 堵在我們身上 把我們藏起來 躲避助寶助者的面目 和羔羊的憤怒 因為他們憤怒的大日 到了誰能集得住呢 大日是那一天 我們根據《馬太二十四章》 是說到耶穌回來 他們就萬俗哭了 他們就看到 即是那時才看到耶穌回來 所以羔羊憤怒 和助寶助者的憤怒 大日是甚麼日子呢 就是耶穌顯現的那天 他們就看到耶穌出現 因為在《馬太二十四、二十五章》 是沒有說到之前有出現 或者之後再出現的 只是說到那次出現的 耶穌回來了 那大日就是耶穌回來了 所以這個經文 第六印已經是耶穌回來了 萬俗也要面對祂 所以這個已經是末日 如果你順次序 那說末日有一次 末日有兩次、三次 那是不合理的 其實這些我會這樣說 啟示錄 有些經文我清楚 我就告訴你清楚 有些經文怎麼解釋 我也不知道怎麼解釋 其實有些次序 因為說第七印 一開始 第七印一開始 變成七號 很特別 七印是沒有一個獨立的七印 不是一件事發生的 就是七號 到底那些次序是怎樣的 我們不知道 所以大家回家再看看 啟示錄 我經常看過很多次 我經常嘗試去明白 啟示錄的情況 然後第二次說到 這個世界末日 在第七位天使吹號的時候 天上有大聲音說 世上的國成了我主 和主基督的國 即是世上的國成為了神的國 即是新天新地 新天新地不只是天堂 有新天和地 到底新天新地和天堂 如何分別呢 我們到時會結晶 其實很多人到天堂 現在都看到有動物 有花草樹木等 到底這個世界將來是怎樣 聖經是說了一些 但又不是全部說了 到底為什麼呢 即是世上的國 都成為了主基督的國 總之就是神作王 即是一切過去 再沒有千禧年 魔鬼還可以反抗嗎 已經全部成為神的國 直到永遠 不要說到千禧年之後又阻架 永遠都是神的國 接著 外邦發怒 你的憤怒也臨到 審判死人 在啟示錄二十章說到 完了才有死人復活 這是白色大寶座 但這裡已經說到 審判死人 然後你的伯人眾師之眾聖徒 這裡包括所有信徒 所有基督徒 凡敬畏理明 就是不信神的人 他們就會被敗壞 所以這個經文是清楚得 不得了是末日的 不能否定 肯定是末日的 但很多人不會這樣看 他好像看完這裡 看了就當作沒有看 我問他 我說這裡有沒有說死人復活 是呀有的說 但他又不會將它連繫在一起 那與啟示錄二十章如何解釋呢 事實上我也不會把它串連在一起 因為這個到底一千年是甚麼意思呢 不過我會說出不同的解釋 到時說到二十章的時候 好了 接著第三次 就是啟示錄十四章十三節 就說到 主裡面死的人有福了 有福了 他們認識了的奴婦 作供的果效也除了他們 即是說我們從今以後 我們以後都在神裡面 作供的果效也除了我們 這就說到耶穌回來 接著就真的說到耶穌回來 有一片白雲 在雲上坐在一個位置 好像人子 應該沒理由說 其實不是人子 不過好像而已 是模仿 不會的 沒理由有一個模仿者 聖經沒理由說 這個好像不是人子 是另一個 這是不合理的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 就是耶穌 然後 他就坐在一個白雲 看到一個白雲 雲上坐著一位好像人子 頭上戴著金冠面 手裡拿著一塊廉刀 這就是馬太二十四章說到 人子在駕魂降臨 駕魂 就是因為中國的古代故事 說什麼駕魂 好像 好像人飛飛飛飛飛 其實在原文聖經 不是那麼複雜的 就是在那個魂那裡 中文是加了一個架字 在那個魂那裡 不是看得那麼神秘 所以這個又是耶穌回來的 很明顯是在魂那裡回來的 然後也說到這個快廉刀的收割 這也是第三次的 把快廉刀涌在地上 地上的莊架被收割了 莊架被收割了 在收取了地上的葡萄 雕在神的憤怒的大酒渣之中 這個酒渣踩在城外 有血 從這個酒渣流出來 有高到馬的雀環 軟到六百里 就是這些人全部被審判了 所以這個又是 世界末日的時候 這個是審判的時候 接著是第四次 第四 五、六 都是說到打仗的 重複三次打仗 這裡說什麼呢 第六、第七碗 就說到那些邪靈 去到天下縱皇那裡 去到那裡 去帶領他們去哈米吉多頓打仗 如果那些王都被邪靈充滿 那些軍隊都一定被邪靈充滿 所以這個是世界末期 一個大規模的邪靈充滿 是極大規模的 是很多很多士兵 全部是邪靈充滿 就向著哈米吉多頓 就是在以色列的北部加利利的地方 一個大的平原那裡去打仗 然後就是 那些白拉大河就乾了 就被那個從日出之地所來的縱皇預備道路 那麽他們就可以從日出之地一路來 那麽有三個污衛的靈 他們就是鬼魔的靈 施行其事 去到普天下縱皇那裡 叫他們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爭戰 那麽這個聚集爭戰呢 那麽亦都說到海島逃避 眾山不見 所有的島也不見 山也不見 即是地都不見了 那麽這裡說到就是打仗了 這是第一次說的 然後第五次 下一次 有十皇和高揚爭戰 和這個壽 那麽你看在啟示錄十七章十二節那裡說到 十國就是十皇 他們仲未得國 但一時之間和受同德權並與皇一樣 這麽說的是一個大奪權 同時十個國家同時奪權 因爲他們本來是沒有權並的 但他們一時之間要和受同德權並與皇一樣 這麽特別是與皇一樣 即是好像皇 其實我們現在經常都看到 如果大家留意在網上看 你找到政變 我忽然間不想起那個英文字 COOP COOP Theta 不過很多時候人都用COUP COUP 這世界上有很多奪權 發生過很多次 甚至你看地圖 世界有幾個地方是奪權 而後來有這個政權 是很多的 而很多奪權就變成專制 沒有奪權就變成民主 全部都是專制的 這就是現在發生的事 而這裏就說到與皇一樣 到底是 那種程度 這裏又是打仗 與高人打仗 這就是那十個皇同時將他權併 這十個皇代表了多少個國家 我們不知道 不過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這十個國家會包括什麼國家 這些國家會對整個世界的影響如何 同時啟示錄也有說到 國民國 逐國方各課 都跟從敵基督 到底這個世界將來是怎樣 我們不知道 第六次 這就是啟示錄十九章 池代倫也承認這就是世界末日 但我們之前這麼多次都說到世界末日 就說到這個白馬 其實在馬上稱為誠信真實 他審判爭戰都按著公義 他穿著慈尿血的衣服 他名稱為神之道 有利劍從他口中出來擊殺列國 用鐵杖核管他門 並要踩全能神烈露的走詐 這也說到他回來就審判列國了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如果他審判列國 那哪有人將來會反抗呢 應該全部都是基督徒 然後非基督徒就被他們全部攻擊 全部都殺死了 那怎會有人在千里連 還有一些不信神 有信神的存在 所以這個在釋經上是一個很大的困難 不過我自己也說 不要緊 到時卸妖 有就有 有千里連我也很喜歡 沒有我也很喜歡 無所謂的 就是我來說 這也是繼續十九章 這也說到他的衣服 寫著就是 曼王之王 曼主之主 他就看見獸和地上的君王 和他聚集 然後他就被獸被擒拿 然後就丟在流氓的火壺裡面 還有其實有幾件事重複的 就是在啟示錄 在這個二十章之前 有好幾件事重複 打仗 開這個無底坑 啟示錄第九章已經說到 開這個無底坑 之前已經說過 所以二十章說開無底坑 其實之前已經說過 就是開無底坑 有很多蝗蟲走出來 這些都是聖經重複說的事情 好了 我們說下一點 就是基督徒在大災難之後被替 我上次說和今次說已經不同了 因為我搜集了五點 因為我經常都在研經 我一直思想 有些人回應我 我有去研究 但我發現一個很可惜的現象 我認識到有些人信災前被提 我跟他說聖經很清楚說 但我發覺沒有一個人 聽完我說之後 我去看看聖經 我去研究一下 是沒有一個人 全部都說 是災前被提的 不會是災後被提的 怎麼可能是 不會的 是沒有一個人肯去研究 這件事是我很驚訝的 就是說很多人習慣他的信念 是不會改變的 而他的信念沒有想過 是否出自聖經 這裡我用了聖經的清楚經文 譬如他們在災前被提 其中的經文是甚麼呢 在普天下受試煉的時候 在啟使徒七封書信上 其中一封書信 他就免許你的試煉 免許試煉 那怎樣免法 他沒有說 沒有說到一定是被提的 你不能憑這句經文 就一定是被提的 所以他們憑那些經文都是一些模糊的經文 譬如他說 在啟使徒七封書信之後 都沒有提到教會 沒有提到教會 但是有基督徒 有聖徒 聖徒就是教會 所以他們就是憑一些很模糊的 不清晰的經文 但我現在說的是清晰的經文 如果大家有不同意 你絕對是可以跟我溝通的 即是我是歡迎溝通 為甚麼呢 因為我是找真理 而我們是要用真理去面對將來的事情 不是用仁義 首先我們要明白一點 最上面一項 寶羅復活改變形象 被提與主相遇聚集是同一事件 為甚麼呢 首先 寶羅會否復活兩次呢 會否復活一次後死了又再復活 不會 改變會否改變兩次呢 不會 改變了榮耀 沒理由又變回腐爛 又變回榮耀 所以他復活改變形象 沒理由被提完又再被提一次 即是一樣的事情 即是是連串的 因為聖經說到在貼仇人家前書 講到復活 接著就被提 在臨前十五章就講到改變形象 然後貼後二章就講到 與主聚集 聚集 即是應該都是被提一樣 應該說肯定 沒有理由 聚集左右分開 因為在貼仇人家後書二章一節那裡 講到主耶穌回來與主聚集 聚集即是與他一起 與他一起聚集 所以是同一事件 當然是次序的 有復活線 然後有改變 同時的 墳墓一開 一出來已經是改變了 就不會出來腐爛 然後改變 立即是改變 然後再被提 所以有被提 就與主聚集 所以是一連串的事情 是一連串的發生的 重點就是 保羅會否復活兩次呢? 不會的 不會改變兩次 不會被提兩次 不會與主聚集兩次 是同一事件 即是凡是說這些說話 都是同一事件 而很特別就是 保羅在這些經文上 全部都加上我們 是我們 即是他有份 好了 我們看第一個經文 貼上《後書2章1節》 《弟兄們論到我們主耶穌基督降臨》 這個字叫做Parisia 在原文聖經 你查3952Greek 即是希臘文 G-R-E-E-K 你就會查到他的解釋 他講到耶穌 都是講到耶穌回來的 即是說這裡講到耶穌回來 以及我們到他聚集 這個經文的意思 你就這樣看經文 不是將自己的意思放進去 你就會說 耶穌回來 我就聚集 即是這個很自然的 講到耶穌回來 和我們到他聚集 很自然是同一事件 是相連的 耶穌回來才 然後我們聚集 是很明顯的 有個經文 你沒理由說 會說聚集才到耶穌回來 一定是 耶穌回來 然後聚集的 好了 然後他就講到主的日子 他根本之前沒有說過另一個日子 所以這個主的日子是甚麼呢 就是耶穌回來 很明顯 還有那日子 然後說那日子 也是那個日子 因為之前沒有提過另一個日子 就有離道反教 和大罪人沉淪之子 並且自稱為神 坐在神的殿裡 自稱為神 所以這一個 就是敵基督 很明顯 然後耶穌用口中的氣滅絕 他用降臨的榮光 也第二次在第八節 用Parisia 這個字 第一和第八節 都用Parisia 這個字 所以他講開Parisia 是說同一件事 而馬太福音二十四章 也是門徒問耶穌 你甚麼時候回來 Parisia 是用那個字的 聖經說到耶穌回來 都是用Parisia 這個字的 是耶穌用降臨的榮光 廢掉敵基督 所以輪到我主耶穌回來 廢掉基督 和我們聚集 聚集就是被提 和耶穌在一起 所以這個被提 就是大罪人之後 敵基督已經出現 然後他被耶穌降臨的榮光 廢掉 我再簡單說一次 就是耶穌回來 輪到主耶穌回來 和我們聚集 很明顯是 跟著的次序 就是從經文 你不加上人的意思 當然是說 耶穌回來 我們就聚集了 而耶穌回來 有甚麼事發生呢 就有 來到反教 很多人離開真道 和大罪人 這個敵基督出現了 然後耶穌用降臨的榮光 廢掉他 廢掉之後 我們便跟他一起聚集 所以這道經文是很支持 是耶穌回來 我們才被提 這是第一個經文 第二個經文 就是 《貼索尼加前書》 四章十五節開始 亦是說到 《貼索尼加前書》 我們活著完全流 到主降臨 《貼索尼加前書》的人 段不能在 已經睡了的人之先 然後說到 主必親自從天降臨 有神的號吹響 然後復活 這個神的號 我會說的 這個trumpet 這個字 一直都是用同一個字的 以後我們活著完全流的人 同一齊 被提在雲中 在空中與主相願 我們就與和主 永遠同在了 所以這裡說到 耶穌回來了 然後我們就復活 然後就被提 這就是聖經說到 被提的經文 就是這一次而已 聖經說到基督徒被提 就是說到這一次而已 根據這裡 我們看到那個被提 是去雲中 即是去到空中 跟耶穌在一起 而在弗洛比書三章二十節 就說到 主耶穌基督從天降臨 這個他就不是用Parisia的字的 他按著能叫萬有 歸伏自己的大能 將我們這個卑賤的身體改變形象 與他自己榮耀的身體相似 就是耶穌回來 我們就會改變形狀 與耶穌榮耀的身體相似 所以就告訴我們 我們看到耶穌回來 我們就會改變 即是我們不會穿著牛仔褲 穿著普通衣服 全部都會改變形象 是榮耀的 不再有光頭 不再有大眼鏡 什麼都沒有了 就是背腳 什麼近視 什麼都沒有了 全部都是健康的 就是耶穌回來的時候 我們就改變形象 所以 在歇前四章那裡說到 我們復活 一定是榮耀的 身體一定是榮耀的 根據弗洛比書三章二十節 然後臨前十五章五十二節 是用另一個角度 說到耶穌回來的 但這裡是沒有提到耶穌回來 不過我們知道是耶穌回來的 他說 浩童末次 這個很重要 末次 就是以後再沒有浩童了 這個最後一次浩童吹向的時候 我們 這幾個經文 我沒有給大家看 這幾個經文都是說到我們的 這個貼後 剛才說到 耶穌降臨用荒光廢掉敵基督 大家看到第二行 我們到他聚集 然後貼前四章十五節 第十七節說 以後我們 都是說到我們的 即是保羅有份的 臨前十五章 這裏五十二節也說我們也要改變 在浩童末次出向的時候 死人要復活 我們也要改變 即是個個死後復活就會改變 變成不扭壞 原文是總要 原文是一定要 這個字是一定要 一定會變成不扭壞 必死一定會變成不死 由這個扭壞的必扭壞的變成不扭壞 必死的變成不死 那時經上所記 死被德聖吞滅的話 這個字是德聖吞滅 兩個字 在德聖中被吞滅的話就應驗了 即是死亡 你想像一下 假設這是雪糕 這個麥克風是雪糕 你一吃了它就沒有了 德聖吞滅吃了它 到時死亡就會吃掉 即是沒有死亡 在大灼爛的時候 基督徒也會死 德聖吞滅 即是沒有了 沒有了死亡 即是在大灼爛之後 所以這是另一個支持 就是在死亡 被德聖吞滅 即是大灼爛之後 我們先復活 和改變形象 而我們先說到保羅復活 上個經文 貼上前書四章十五節 從那裡開始是說到它復活的 所以它復活又改變形象 我們將這兩個經文放在一起 我們不會詳細讀 總之臨前十五章 就說到會復活變成不那壞 貼前四章十六節 就說到復活被提 所以保羅只是復活一次 所以復活的時候是何時呢 是死被德聖吞滅 首先我們說了兩點 是證明災後被提 第一 就是 耶穌降臨廢掉敵基督 那個時候 就是大灼爛之後 第二這個經文 是說到 死被德聖吞滅 再沒有死亡 就已經過了大灼爛了 所以我們是大灼爛之後被提 第三就是用這個 號碼 Selpik 這個在希臘文 4536 大家可以回去看 幾處經文都說到號碼 馬太二十四章 二十九節開始 說到災難一過去 然後萬族都哭了 他們看到人子有能力有榮耀 駕著天上的魂降臨 然後天使用號碼的大聲 將那些選民從四方 從天者邊到天下邊 都招著了來 然後臨前十五章 中五十二字就說到號碼 末次吹響 就是會復活 然後貼前四十六節 就說到主必親自從天降臨 有呼叫的聲音 天使長的聲音 又有神的號吹響 有些人說 這個號碼是否真的聽到 我們知道這個經文是聽到的 因為這裡有三種聲音 有呼叫的聲音 又有天使長的聲音 呼叫的聲音 應該是一群天使一起呼叫 這個聲音沒有說 不過我想像 這是我解釋 應該是呼叫一齊 那些眾天使 或者是神呼叫也可以 就是耶穌回來 呼叫的聲音 總之有呼叫的聲音 然後另一個聲音 就是天使長的聲音 是有聲音的 然後有神的號出響 所以這個號是聽得見的 而根據《啟示录》中說到七次號童 那字亦是同一個字 而問題就是這樣 耶穌先說末日 就說到號童 保羅後來耶穌呼召他 所以保羅也會認識耶穌的東西 他信了耶穌 初頭是猶太教 後來信了耶穌 他自然會神啟示 因為他說神啟示他很多東西 自然啟示很多東西 神也會讓他知道 耶穌回來時有號童 耶穌說號童 他就說號童 那沒理由說說兩種不同的號童 因為為什麼呢 如果是兩種不同的號童 保羅會這麼說的 耶穌說一種號童 我現在說的是另一種號童 不會的 我的意思就是 如果是另一種號童 他會說出來 譬如我簡單說 譬如我叫Timothy 有一個人說Timothy 人家當然會說 就是葉牧師那個Timothy 如果有兩個Timothy的話 在場當然會說 那個Timothy 這裡有兩個月牧師 現在會說是葉國財牧師 你會指出是哪一個 如果真是號童 就是這個末後號童 是有不同的號童 保羅應該解釋清楚 是有不同的號童 但是 我們看到這裡 是一貫這樣說 就是一直說號童 而在臨前十五章 很重要是說末次號童 即是以後再沒有號童 即是說什麼呢 在馬太二十四章 那個號童 不會比他 即是末次 即是沒有東西會比他 即是沒有東西會比他 我用一個比喻 他是尾班船 不是 去大陸 我們不是有尾班車的 報告 這班是尾班車 尾班車 即是尾班車 或是之前 不會再之後 所以馬太二十四章的號童 不會再前顧他 而馬太二十四章的號童 是何時發生的 是大災難之後 所以這個號童 都是大災難之後 這是另一點的 就是從色經看得到 這個大災難之後 這個末次號童 一定是大災難之後 因為末次號童 以後再沒有號童 所以馬太二十四章 說到大災難之後的號童 一定不能夠遲過他 也一定是同時 因為說到是耶穌回來 其他經文都是說到耶穌回來的 好了 由兩個人取去一個撇下一個 在馬太二十四章 二十九節開始 說到這個災難過去 然後不知不覺洪水就來了 將它傳到沖去 說到一個審判的時候 人子降臨也要這樣 亦是用parusia這個字的 兩個人取去一個撇下一個 這個取去 我下一張 slide 說到的 下面那裡 paralambano 三八八零 是由兩個字組成的 paralambano 即是身邊 lambano 即是拿著那種東西 或者接待 所以paralambano 即是接待他來到我 所以這個 取去一個 就不是取去扔到街上 是拿到我那裡 帶去我那裡 所以馬太二十三節 它說吩咐約室 你帶著小孩子 同他母親徒王埃及去 就是用這個字的 就是paralambano 所以這裏說到 取去一個 就是拿去神那裡 然後丟下一個 其實這裏已經救世 在生活中發生的 因為一個在田裡工作 那忽然間 一聲就被提了 一個在推磨 然後就被提了 所以這是肯定一個突然發生的事 而路加十七章三十四節 更加清楚 因為他說在床上 在睡覺 一個被神拿去 一個就剩下 丟下不要 而撇下的字 我剛才也有顯示 撇下的字 下面那裡就是 拆走 離開 或者丟下不要 所以就丟下這個 而加上這個床上 路加十七章三十四節 也有說到推磨 有說到填裂 不過加上一個床上 就知道是一個突然的動作 一個突然間被神拿去 所以這也是一個被提的動作 就不是普遍 他信耶穌 耶穌接受他那種 即不是普遍 你信耶穌 神接立 你那種就隨時隨時接立 但這是一個一下子的動作 突然的動作 所以這就是被提 而被提的時間什麼時候 是大災難過後 所以這是第四點 去支持 第一點就是 耶穌回來用榮光廢掉敵基督的時候 第二就是死被德聖剃滅 第三就是活摺號碼 第四就是取去撇下被提的經文 然後第五點 就是說到耶穌回來 馬太福音說到耶穌回來 這個災難一過去 耶穌駕雲降臨 那些忠心有見識的仆人 那些惡仆同時看到耶穌的 所以基督徒並沒有預先被提的 那些忠心的仆人同時看到耶穌回來 那些十個仆女又同時看到耶穌回來 那些五千、二千、一千兩銀子的仆人 都是同時看到的 綿羊、山羊都是同時看到的 所以他將所有的人聚集 綿羊、山羊 即是包括信的和不信的 所以這裏並沒有預先被提的 這次我用五點去證明 是耶穌回來的時候 就是大災難之後我們被提的 所以我們需要預備好 基督徒需要訓練 你懂得全呼音、懂得祈禱得力 很重要是祈禱得力 很多人祈禱就祈禱 耶穌幫我吧幫我吧 但他感受不了力量 那為甚麼感受不了呢 因為不夠投入 你投入祈禱 用心靈誠實 你祈禱都會起落平安 讚美神有沒有覺得起落平安 所以在每一次祈禱都好像讚美神一樣 心靈開放就隨時得力 這是很重要的鑰匙 所以你所有牧養的人 你都教他們怎樣 在你祈禱都能夠隨時感受神的平安、喜樂、力量、激勵 有能力、有動力 這樣你到了大災難的時候 你就會有力量了 因為有很多人是知識的祈禱 只是清單祈禱 神啊 我要錢、老婆、生兒子、賺錢、職位 只是求甚麼 但是神是想我們用心靈誠實 敬拜祂 愛祂的人,神又為祈禱預備 眼睛未曾聽見到,未曾聽見 人生未曾想到的恩典 所以我們就時時去親近神得力 也學習如何去建立人 到時你們都要做牧師 為甚麼呢 你去到見到一些人軟弱 你要幫他 你不能夠再找人 在那時候也很大可能 我們沒有WhatsApp 沒有手機 因為一溝通 已經立即被基督知道了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任何基督徒在甚麼地方 你就要照顧你周圍的人 帶領他們信主 幫助他們知道 受了受印記是一定在火湖裏面的 這是第三個天使在空中宣告的時候 其實在啟示錄給我們看到 神是掌權的 第一有兩個見證人 三年半 即是大了黑暗的時期 他都在 另外有三個天使在空中飛 而且那些不信神的人 首先被那些蝗蟲咬 痛了五個月 後來受過黑暗了 都是說到 很明顯神的工作 在大災難是很明顯的 我們就知道神是作王 在啟示錄所說的大災難時期 神作王不是魔鬼作王 我們願意我們每個人都預備好我們的心 為甚麼我覺得這個信息很重要呢 因為太多人以為災前被提 他們就想著我現在做基督徒就可以了 到時會失敗了 一聲就走光了 到時就很開心了 就不用面對這些災難 但他沒有想到他不是由聖經那裡拿出來 還有很多人看到大災難就說 聖經說的也沒有應驗 他不知道這是有人說的 不是聖經說的 聖經沒有說到 沒有一個經文是說到災前被提的 而由這麼多經文我們看到是災後被提 我們需要做明光 我希望在這裏聽到的 以及在網上看到這個影片的人 都會預備更多人 幫人去預備耶穌回來 有人在網上這樣說 恭喜你享受大災難 聽我說完要大災難之後被提 即是他覺得你相信這件事 那到時你就大災難了 但其實你信不信都是同一件事 亦有另一個牧師說 你們信甚麼 到時我已經被提的了 你不用理我了 我們會同時被提的 不會你信甚麼就何時被提 求主幫助我們 我們一起起床討告 求主幫我們預備 末後的日子亦都啟示到更加認識 末後的日子更加認識 有一個真實的認識 正確的認識 我所說的有任何一點 不合乎聖經大家可以挑戰 我歡迎大家去思想 因為我們是找真理 我們不是找人意 我們一起祷告 親愛天父我們感謝你 因為你說到你要回來 而我們看到這些跡象 我們看得到 這個世界都很難想像的時間會很長 因為現在世界的洪水、熱浪、污染 實在是很嚴重 很難想像 過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 這個世界仍然是否存在呢 以及戰爭我們都知道 可能隨時發生的 核武隨時可以使用 我們知道我們進入末後的時代 求主幫助我們 深信神是掌權的 大災難是神掌權的 所以聽神說的人是不用害怕的 因為神會保守 神會保護我們 神會施恩給我們 我們到時看到大的恩典 大神的同在 幫助我們 我深信是當時有大的復興 大的復興就是在大災難時發生的 那些基督徒很熱心愛主 哇!很有能力 但是這個時候 因為依靠神 對不起 依靠錢財、依靠人 依靠各樣的東西 所以沒有力量 但是依靠神的時候 力量就很大 求主幫助我們 從神得力 我們一起呼靠耶穌 耶穌幫助我 從你得力 從你得力 永遠都不懼怕 什麼都不懼怕 靠著耶穌得勝有緣 我們是神所減算的精兵 我們每一個都是神減算的精兵 求主幫助我們受訓練 被神去提升 被神去大大使用 主我們同在 幫助我們站立得穩 千萬不要離道反教 千萬不要跌倒 彼此陷害、彼此恨慕 是真是愛主 多謝天父 感謝天父 求主加徵我們的信心 祈禱奉耶穌聖命 阿門 求主祝福大家 加力給大家 多謝主 多謝大家的掌聲 就是大家都接受這個聖經的教導 我都希望鼓勵大家 如果你有心被訓練 我們星期下午在黎智角訓練 如果你去不到 你網上可以看到 我們一直有訓練 不過在那裡有現場的討告 聖靈的充滿 我們今天有一個人 見證很特別 我們其中有一個人為另一個人祈禱 他有什麼發生呢 祈禱兩秒 看到耶穌 即是我們有其中一個人 因為我們經常追求聖年充滿 他為一個人祈禱 在地馬 那個人就見到耶穌 我們其實有另一個人 自從我和他祈禱 之後每次祈禱都見到耶穌 我們多謝主神的同在 求主保守我們 有目的 有目標 有方向 不要做一個懶惰基督徒 优优瓶 du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